大家好 欢迎收看ET才智talk 上一站请来Jonathan与我们一起谈论 今年新一年 究竟我们的投资组合应该如何部署 但我觉得听起来好像不足够 我想再深入点和你探讨某一类资产表现 好啊 我见到很多网民或观众 其实对于去年第四季开始 外汇市场都是特别想资多一点 很多投行都说今年的大趋势 就是买重美金跌 Jonathan 你有看法 今年的美金是不是都难逃一跌呢 其实是 看上年来说 在美金来说 看美匯指数 其实我们都有一点跌打眼镜 在当时三月份 疫情刚刚开始出现 大家都所谓避险 去美金 所以美匯指数曾经最高上到100楼上 但是估不到一直下半年就一直上去 似乎美国的所谓美元的政策 好像变成一个弱的美元政策 所以大家当时都看着 那个时候看到整个美金对其他外币 有一次过都是这样弱的 所以到整年来说 看到美金对不同的外币 都有贬值到差不多有百分之七 百分之四的流程之间 如果我们只看美匯指数来说 去年全年跌幅都有6.6% 但是最近就企稳一点点 美匯指数大概就咬在90的关口上面 我们经常说 为什么要说美金呢 因为美金其实主导着很多不同的资产流向 有些人就会说 美金看清的方向 如果弱的话就知道 可能股市会相对好一些 特别区内市场的支持力度大 又或者如果真的美金弱 我们在其他的一些外币 又或者商品市场方面 可能亦都有些投资机会 刚才张艺芬就和我们不断讲过 去年全年其实有很多非美货币 表现都很两例 原来哪些最劲呢张艺芬 譬如澳元 澳元 澳元 澳元全部很夸张 很明显的 因为当时来说 大家都猜不到 竟然以为避险 现在反过来就是澳元升了 有万之9 万之8 其实看回2021年 我们的预测来说 我们都不会看得太淡的 美金仍然是弱的 当然 看回澳元仍然是升 和家园是升得比较多一些的 因为我们预期希望今年来说 疫情开始慢慢淡和 一些所谓商品货币开始会升 因为经济开始复苏 对这些货币来说会升得比较多一些 所以我们预期就是 澳元 加智 升到百分之4 百分之5左右 而欧元和英镑 仍然都有不错的升幅 是的 两倍升幅 当然了 我看回整个美元的弱势 例如今年来说 仍然都会持续的 当然我们要留意在明年 或者在大后明年 究竟是否迟早就要看不同的因素 是吧 影响美元的因素 其实一直都很多 有去年开始说的 就一定是全球放水 以及低息 特别最近 譬如美国联储局主席 鲍威尔都特别提到 没有想着短时间收水 也不会加息 是的 息口这么低 还有又加大刺激政策 现在拜登那边 就说了1.9万亿支持经济 虽然共和党和他在拗 是吧 大家还数 共和党说6千亿 但是其实方向 似乎都是想放水 与居多 基于其实可能财赤的扩大 有些经济师 甚至一些外汇分析师 都说 美金可能这一两年之内 有机会由之前的高位 100流上跌成三成 那些说法 你又觉得会不会夸张 那个可能我会觉得 就有些激进了一些 因为你看看 大家都是看美金药 就是用放水来看 美元药 就是大家所谓要有刺激经济的方案 但是你要留意一个东西 就是 其实全球不同的国家 都在做一件事 其实在所谓的国际经济的理论层面 其实我们都有一个理论 就是说当你的经济不好的时候 其实很多时候人们就用外汇 就去将一些自己的经济 每一组叫做输出国外 例如你经济 叫做失业率比较高了 或者你的生产力 还有很多剩余的 你可以做的 当然就是将你的货币贬 是 令到你的出口增加 或者你少买别人的货币 希望去刺激自己 就是内部经济 这就是变回来 你将一些所谓的衰退 失业问题 你出口了往国外 其实这是一个很常见的 一些叫做国际经济的关系 但是很多时候 就是不同的国家 假如看到你有贬值 那我又贬值了 是啊 大家增上去贬值 其实最后 大家可能都是受到影响的一群 其实如果大家留意 有一班一些年纪 或者经验的观众 就知道 98年的亚洲 金融风暴 其实都是因为不同的国家 争相贬值 但是那时候 我的经济没有那么差 我看到大家都要贬值的时候 不可以输 我都不可以输 但反而到最后 大家都有个输家 所以我们又不可以 因为美国有个很大规模的 所谓的经济输缘方案 就看得太淡 因为在欧洲一样 欧洲都要抗表 是啊 而且最近你看到 欧洲央行很多的委员 至少我数到超过五个 最近非常关注欧元过强 他们会想方法 究竟怎样可以 令到欧元没那么强 从而支持经济 就是有想到一件事 我们放水的幅度和速度 是不是输涉了给美国 这个就是刚刚你倒出的重点 我怕他们竞争性 还是做这件事 会不会重提 货币竞争性贬值 令到美金真的跌的 都可能不跌得那么多 是啊 所以我们有时候 不能太过分地去看淡这个美金 大家要看回美金的因素 除了刚才我们说疫苗 除了说国际关系的 大家互相贬值的因素之外 我们必须留意的一个东西 就是新任的财长 哦 耶伦 因为耶伦最后说话 都真的有一点一锤定音 有些人在解读 耶伦之前出来说 他们不是那么想行约美元政策 不觉得约美元政策 用来支持美国经济 这个方向是对的 然后大家就立即想想 咦 是不是想托回美金 你觉得呢 留意一下耶伦本身 是一个在美国来说 差不多近20年来说 是掌控着他的经济政策 或者货币政策的人 他由哈伦顿时代 做白宫的经济顾问 之后就做一个联署局的主席 已经经历了两个总统的任期 到最新现在要做财长 其实他在不同的经济的环节当中 你看到他都有做过一些所谓叫做管理的工作 所以我们市场当然挺欢迎他的 因为事实上比较容易去预期到他的想法 但是我们想起一件事 如果你留意到他最近 刚刚上星期 其实他在议会里面去扩认他的资格的时候 其实他有一段说话的 其实他说了一件事就是说 其实联署局的目标是两个 就是货币稳定和失业率的 要控制回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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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说财长有两个考虑 就是他们国内的经济是怎么重建 而且在疫情当中 为何帮助一些所困扶的人 其实他当中看到他有铺路 就是说他们第一 一定要行一个比较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刚才是德比你讲的1.9万亿 当然大家还没知道可不可以通过 但是至少他也是很希望借助这个经济的政策 去舒缓国内的经济情况 他说首要任务 他叫议员不要在那里讲那么多话 那些赤字放在那边 我记得他说 所以这个似乎是一个大家都猜到的做法 所以大家在今年来说 其实对美元是提探的 这个也是一个我觉得可以理解到 但是我们不能去留意 其实他曾经做过联署局主席 他会很明白到 就是美国所谓的通胀 假如你不控制它 将来你要再修复它是一个很难的问题 所以他一定会很小心地去控制到 整个美元本身究竟是否过弱 因为当美元弱势的时候 其实你的输入通胀是比较强的 所以对于来说他第二个所谓的任务 就是希望重建美国自己的国内经济 这件事背后有点意味 就好像他对美元的走势是不同的看法 是的 我觉得有点矛盾 就是他在做的事 或者即将要做的事 就是会潜在令美元贬值的 但是他又不想他贬值得那么厉害 所以就出口 就是叫做出口述 不想美元卸得那么厉害 但是美元可能在这样的 就是他的主管之下 是不是都会反复偏弱 但是就不会出现一些 例如崩盘 暴舍几成的情况 可以这么说 或者这么说 多数当耶伦当时传他做财政的时候 其实市场一般都是欢迎的 因为他是一个叫做夹派的人物 就是在他任内当时在联储局 开始通胀比较强势的时候 似乎他的加息的部分就没有市场那么快 大家都觉得他比较温和一些 但是我们又不能去太过用一个叫做夹派去看他 因为你不知道当他做了财政的时候 他对那个经济政策有什么想法 而且在他任内 其实联储局 都曾经试过一年里面是加过三次息的 我也是 所以他都对通胀是会挺关注的 所以我们都要留意一下 就是在他 你看到他在国会讲的议案的时候 他的说法就是说 假如当那个疫情开始温和的时候 其实他可以慢慢重现美国本身的经济情况 我觉得那个美元的转势 又有机会要转向 这个可能未必是今年发生 因为始终他今年大家 疫情仍然都很严重 跟着他那个经济增长 就是所谓的增长已经是负了 就是负了三十几百分钟 但是仍然他的所谓的收益率都很高 所以他今年仍然都必须先去刺激 这个国内经济去增加他那个所谓 不单是银根 就是增加了那个财政政策 好 因为对他来说 他做过这个联储局都会发觉 其实银根其实不是一个 或者他的货币政策 不是一个最单一个工具 这么说 所以他那个所谓的支出都会开始大 但是当疫情了之后 可能在明年或者明年中 我们要留意一下 就是那个美元 本来是不是真的继续弱势 这个大家要留意一下 好 它会转势 因为暂时我见到 有些市场分析 都开始将预期植入一下 到市场上 可能会不会今年第四季呢 其实货币政策方面 就有少少不会再松得那么紧 可能也跟你的时间表面合 就是觉得慢慢会不会 明年开始铺路呢 就是收紧一些政策 这个要大家留意 不过如果John Yifin 你说今年我们还有余下的时间 其实美元也是有机会偏弱的话 其实在投资机会方面 除了你刚才 例如外汇 玩直盘 就是一些商品货币 你说过以外 其实有没有其他一些投资机会 其实都可以留意呢 其实当一个美元大弱势也好 大强势也好 其实很多时候 一般的听众朋友 或者我们的投资者 不是那么容易可以中间获利的 因为你只有一个方向 那变成我只可以 要是只拿美元 要是只拿外币 做单边 是的 只做单边 如果你叫我每天去看几个价位上落 不是每个都可以 所以我们可以 另一个做法 就是考虑一些交叉盘 交叉盘 本来大家在图里面看到 就是我们看欧元对英镑才算 其实曾经有朋友问过我 今年 或者下半年 其实英国本身的国内情况 都挺严峻的 特别是你看到疫情 都不是很受控的情况 又要有一个lock down 那为什么看到英镑继续都可以 很强 很强 出乎意料之外 因为跨过了硬脱勾之后 突然间夾上去 但是你要留意这份 其实当它强势 因为我们在一个美元弱势的情况之下 所以纵然它国内的经济情况 比较严峻 但是可能未必反映在匯价 但是当它用交叉盘来看 就会看到 大家看到这个交叉盘 就是欧元对英镑 其实你看到最后一季来说 其实是欧元对英镑上升 就是这条线跌 其实欧元是在上升的 这个价值 所以很明显地看到 就是当欧洲和英国去对的时候 其实可能有人觉得 好像英国的情况有点严峻 所以反过来 可能就是买欧元 但是当然要做交叉盘 又不是真的很多投资者可以做到的 因为同一时间又要沽一只货币 通常要买一只货币 这个就要看回 它对外汇的认识 以及对产品上的认识 最近其实看到很多人都在谈论这些欧洲货币 因为你首先 就是上个星期开始 很多欧洲的央行委员出来说话 大家会摸紧欧洲那边的货币政策 如你所说 疫情方面在那边的确散得很重要 而英国方面 大家今个星期也都在留意 他们打疫苗的进度是非常快 快得很重要 想快点搞定这一件事 不要确散 然后星期四 大家也都看英伦银行 会不会提到负利率这一件事 Juan Yevon 如果在一些不是刚才你所说的一些商品货币以外 其实这些譬如英镑 欧元方面 其实最近看的图 其实英镑的趋势真的停不了的 是继续高位徘徊 你可以这么说 有几方面不同因素的 一方面当然就是刚才我讲美严弱势 第二方面当然 刚才特别的你说 在英国和欧洲方面 欧方面有一个比较明朗的做法 其实市场最重要就是要明朗 就是纵原理的方案 可能总是会有不同的成本 或者不同的长处短处 但是当你明朗的时候 就可以消除到一些不确定的因素 这很明显也是的 所以就看到在英镑来说 在四月左右 一直对美元都差不多 一路夹 一直都升上去 但是当然去到现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你就要看回究竟是 英国和美国方面本身 就是两个国家当中 对疫情方面的影响 现在似乎就是疫情主导了 汇价走势 或者疫情底下 背后的财政政策 都会主导了走势 假如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就要留意一点点 好了 影响英国的消息障碍都多 当中包括了 大家都会常常谈论的一些移民因素 究竟会不会也支持了一些资金 去留意英国 今天星期要留意 除了我刚才提到星期四 英国会有央行意识 另外星期二也要留意 就是欧洲有一些GDP数据 可能会移动到汇价 外汇市场 我想不得不提人民币 都要说完 因为很多的投资者 其实只有仓内 都一定有一些人民币资产 当中就以一些定存 那些是比较多 都会有很多人问的 Jonathan 去年年底开始 人民币真的很强 到现在穿了6.5之后 都持续在6.4多的水平上 都会知道的 在人口的政策上 究竟是否容许它一直这么强呢 有没有可以拆解一下 其实看回人民币 在上年来说 都很明显地 对美元 当它由7这个位置下来 是差不多一漏的 升了百分之 我想一年升了百分之6.多至7 当然也反映着 我们国家的经济 比较强盛一些 在疫情当中 比较稳健一些 加上疫情似乎没有 相互国家那么难受控 这也是 虽然对于人民币走势 乐观的想法 而第二件事 我们也不能留意 就是忽略 就是说人民币的息口 其实一直都高于美金 有息差 是有息差 所以有息差永远 都是有一个 所谓的套凳的力量 在这里 令到匯价是 怎样都不能够太弱 但是当然我们 看回今年来说 对人民币的匯价 的想法就是 会温和地升值 我们会大概升 可能3.多的百分之 那也好 就很轻微 因为始终 我相信 对增加太强的时候 对于 我们国家的出口 是始终压力的 这个始终在匯价上 虽然当然到最终 都一定是市场的走势 或者是市场的力量去决定 但是我们都看到 如果假如去到今年 再升这么强的因素 可能就没有去年那么厉害 很多行都陆续调高 他们对人民币的走势看法 去年年中的时候 我还记得很多人在说七算 是吧 接着看到人仔一路走强 就开始走下来 有些最强的看到 就是花旗这间行 说会去到六 这个真的挺乐观的 极端的 你觉得大概是 我们自己就看6.29 附近的那个位置 所以说是温和升值 或者3左右 这是我们自己的想法 OK 如果温和升值的话 我们做一些投资工具 有很多人都会想赚多些 是否要选择一些 有杠杆相关的投资产品 其实才适合呢 其实不是一定的 因为始终有杠杆 始终对于一般客户来说 有些风险的 因为那个升跌会放大了 但是反过来 你说存款 感觉上又好像没有什么肉食 是的 可能两厘都不够了半年的定存 另一方面 我们可以用一些 叫做人民币 叫做匯价挂钩的存款 这个存款就有少少 因为这个是一个投资产品 而不是一个存款产品 但是它可以令到 你的存款或者收益率 半年来说 可以由原本 可能我刚才说的定存是1.9 或者2厘 你可以去到3厘半左右 当然你问我 那单身是什么 或者下跌空间是什么 就可能收少一点页币 收少一点页币 收少一点页币 可能收0.5或0.5厘 就是半厘左右 当然要收少定存 然后你问我们用什么来做衡量 就是看人民币匯价 如果人民币匯价可以 例如我刚才说的 温和升到2厘 大约半年左右 你的年息率 就可以有机会去到3厘半左右 但是你下跌空间 都是会收到息的 但是有人收到半厘 这个就是看不同客户的想法 就是和人民币匯价的升跌幅 有少少挂钩的 挂钩的息 但是那个挂钩就变成了 你也是会保半的 因为始终 你最终都是拿着人制 但是反过来 如果你说 我想再进取一些 可以不可以呢 都可以的 其实我们都有一些 就是用人制 就是人民币存款 但是挂钩 可能挂钩 但是到时候 如果那个匯价就会收 就会收奥子 如果反过来 回家的想法 就是人民币不是升的 对奥子是跌的 所以你就收奥子 那你当然就会 有机会在匯价上又会损失 就是又是一个交叉盤的理念 是一个理念 但是反过来 你那个的上网 就会多些了 你如果用刚才我说 就是人民币对奥子 那种叫做挂钩的产品 它可以如果三个月 都有成差不多八九厘的 那也挺好的 但当然了 那个货币敏感一点 当然了 有收益的时候 就会有风险 你风险就会收回你的货币 自己衡量 另一边很多人民币资产 包括人民币挂钩的 计价的一些股票 债券 债券 我想债券都挺多人选 债券其实曾经 那时候都挺多客户 去问 例如内房债那些 因为始终它们叫做高息一点 大家对它可能都叫做熟悉 它可能最高的试过 有时八九厘都试过 我看到有些十多厘 曾经试过 但现在这个坊间都比较少一点 因为当债券通出来之后 其实很多公司就未必需要 在这个叫离岸市场去发债 所以变成很多时候 给到零售客户去买到的一些 叫做点心债 其实损债是少了 但是当然 其实另一方面 它就可以考虑用一些 叫做中国的债券基金 那个也是用人民币计价的 但是因为它是基金公司出 它们就可以用一些债券通 可以买到内地的债券 当然它也可以买香港的点心债 而一些中国债券基金 其实最高都可以拿到七八厘的收益率 那看看那些金公司 究竟那个栏里面 是装了一些什么 内地的股票 当然当客户一定要留意 大家要去了解 也都是 它想买那一类债券 好 那大家其实 如果想追踪人民币升值 又赚息又赚价 其实原来都有很多选择 今天麻烦张阿强 和我们的详细讲解 也希望各位观众 对于外汇市场 有一个更好的理解 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 再见 每个快晚的争夺 都会百分之一秒之间 能够赚到汇价 有时候都是看几个价位上落 假如体准汇率的走势 就有机会赚取价位变动 和利息回报 所以大家必须有好的平台 帮你争复奪秒 高零亚洲提供一站式财富管理服务 和多元化的投资产品 我们的外汇平台 可以买卖十种货币 让你依应释放开仓和平仓 想向你捕捉投资的机会 如果大家对外币的汇率 中长线有看法 但又不想每分钟看着汇价上落 但又想达到收益的目标 我们不妨可以利用各种的结构性工具 例如外汇挂钩投资 或者报备挂钩存款 你可以选择看淡和看仗 让你进可攻 退可守 无论跑一百米 还是跑中距离的赛跑 最重要是找到适合自己的步伐 感谢大家 了解 准备 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